今天跟大家介紹介紹這一隻 這一隻繁殖場那邊的跟上頭的挖箱 他們是用霸王腳挖 跟進口的特殊的藍莓 藍莓腳挖配出來的 跟他特殊的藍莓腳挖是看起來很像哈密瓜的顏色 所以挖箱那邊把他稱為哈霸 但是在我這邊呢我是把群名為惡魔殺蛋 兩個意思其實還是不太一樣 所以每個挖箱的行銷跟群名都不太一樣 但是我還是會以我自己的方式下去經營 那目前現在這個上面挖箱的圓頭的部分 也進見的應該是沒有貨量了 這個也是目前我賣到大概十幾多隻吧 那現在目前跟各位分享這最後一隻 來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他剛又挖剛來的時候 都還沒有這麼多人喜歡 那漸漸變大隻之後他的變化 真的是很驚人啊 對真的很驚人 我現在是沒有在開燈齁 這是一般的日光燈下 拍攝的 那我現在開我的那個桌上的桌燈看一下 OK 各位有沒有看到 眼角的部分的紋路 有一點點 然後不一樣的呈現那個符紋 再強調一下 現在目前這個是給乾癢齁 乾癢 好 好 OK 因為他剛剛在休息啊 現在把他還醒了 逗他一下 OK 好 我現在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現在的溫度 因為他現在是乾癢嘛 他現在的溫度 可能就在保持在 我現在的室溫大概是 28 9 左右 可能29度左右 我現在把 台燈關掉 我用 水族的 水族的燈光齁 就是有紫光 粉朗光的部分 看一下 我自己還沒試過 我現在試試看 這個是我第一次 第一次用這樣子的方式 瞭解挖把 我現在看 看可不可以幫他降個溫 靜待一下時間 再開一下台燈 我先把 水族的燈拉掉 跟剛剛的 溫度有沒有 那個 背上的溫度更明顯 所以我剛剛只是噴水啊 如果水在冰一點點的情況下 也不能說冰啦 應該是在降溫一點的話 是不是會更明顯 他連包括他的那個 鼻湯的部分 對啊 蠻特殊的啦 那目前 這個蛙 在市面上 水族也沒在賣 對啊 OK 分享到這裡